今天的主题就是饮食文化 然后我特别喜欢饮食文化 但是你们知道 我来到了中国的时候 我真的是不能点菜 因为我跟你们很多中国人 学英语一样的问题 我学的是课本中文 我一进来 我以为这个饭馆 那个服务员会跟我说 先生你好 您想吃什么菜 后来我进来 就是那个服务员说 吃什么啊 就一直盯着我 我感觉这些服务员 给我的态度 就是我在耽误他们的事 他们就看到我 你快点点吧 因为我一会儿 还得回去玩手机啊 我意识到了 在中国点菜 其实还是有自己的规则 因为有的时候 我点菜 这个服务员会提醒我 我点的不对 比如说 有一次我去了一个饭馆 我在吃饭的过程中 我也带了自己一瓶冰水上来了 我马上要喝 那个服务员跑过来了 拿着我那个手的时候 你千万别喝这个 我劝你 你会上火 怎么办呢 因为中国人都不要喝冰水 中国人喝什么 喝开水 对 开水 这开水真的是一个万能药 中国人把开水 让成什么病 都能治体一个东西 我觉得特别神奇 我咳嗽 喝点开水 我骨折了 喝点开水 一定有效啊 开水这个特别厉害 我觉得中国人应该出口开水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可以挣到钱了 你这么好的一个东西 其他人都不知道 如果美国人拿了一个瓶子 是中国传统开水 你可以玩这个瓶子 然后让他吃银子 不加ieren 感觉 许多 我可以玩